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MAN哥频道 让MAN哥继续伸入虎穴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 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哥 MAN哥今天想讲什么议题呢 如果大家昨天有看 新闻都知道 最近黄之锋、周庭 被人抓了 坐牢 现在在环纳当中 王之锋是在荔枝角的 周庭呢 就应该在大滑 昨天昌朝红应该是探过他 就说周庭最近都 心情都很差 又吃不下东西 又不舒服 又怕12月2号上庭之后 就一定要坐牢 所以这些人呢 真的很惨 他们做完的事之后 现在又要面对 面对这个法律的制裁 面对这个监禁的牢獄 但是 你早知结果 又何必当初 这些人都死不认错的 他依旧觉得 他出来抗争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他们呢 年轻人就是这样 又不想付代价 又不喜欢去坐牢 就好像那12港人那样 有很多要逃走 走去做第二个国家的难民 之类 所以我都同情他们 但明哥呢 都会见证他们 入狱判坐牢那一刻的 希望官都照正常地去判他们 另外呢 我就想看回 之前呢 医院的工会主席呢 那时候呢 搞很多工业行动啊 在最严重的疫情当中呢 又要叫一些医护人员罢工啊 又说成的 可能引致一些医疗失误啊 或者一些抢救 就是可能身身嬰儿又不够人手啊 都有一些导致一些问题的 所以 现在好像政府或者医冠局 都要追究回这一班 搞事的人的法律责任 我见到梁振英都出了个铺 可能他都会动用803个基金 去追究回这些人的法律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 不要以为 你们当时呢 就好像为香港搞那么多 搞那么多事 其实又在害香港 但是你不要觉得 你做完的事情不用负责任了 所以呢 现在我见到有几件事呢 都会追究他们 就是之前的那些行为和责任 那么最后 另外一件呢 我想说一下 对了 就是那帮 垃圾会议员 那帮议员 就是你见到他们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的 因为很多他们是 打算做完这个月 拿完那笔工 先走 所以呢 他们呢 是很不舍得这个议席 但是 自己冲口而出 就说DQ了那四个呢 就是齐省齐落 就一起离开 那变成呢 现在呢 他们真的有齐齐 没得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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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都 看到这个画面呢 其实很开心 也都很祝福他们 一路好走 一路不送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在网上呢 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 一篇文章 它写得很好的 这篇文章呢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那里 那些人民写出来的 他说 经过的调查呢 他们有96%呢 都支持我们中国 或者支持香港政府 支持香港警察 严正执法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他们呢 在2018年呢 那马来西亚其实跟香港都好似的 之前都是一些殖民地的政府 但是呢 即是独立了之后 那他们呢 就被一个政党 一个政党 那管理了60年的 管理了60年 那但是人民呢 开始思变了 就想要有民主自由了 那有一个 即是正常的选举了 那终于在2018年呢 就出现一个正常的选举 那正正式式 结束了他那个 政党呢 就执政了60年结束的 第一次政党轮替 给了一个叫希望联盟的 政党再上位 那但是呢 不想由至可 一想呢 就出事了 他就知道 哇原来呢 呃 换了个政党 原来问题还多 他把这个问题出来的 第一就是 他说民主选举一人一票 等于最基层的人 最没有学会的人呢 就主宰了一个结果 那这班人呢 其实就是民粹主义啦 那其实就饭来张手 那最好呢 什么政策都是免费的 所以你看到那班 那样的学棍啊 政棍啊 说什么都说人民福利啊 说什么都是派钱啊 说什么都是给饭 给他们吃啊 最好就不用做 什么都有 那所以 那些 变相来说呢 就选到那班 正是 最低层的那些 给足够的饭啊 给足够的钱 日日派万五元 一万元啊 好像邝进宇那些 最流行的了 派钱就搞定了 第二呢 就是大部分 选民都是那些民粹政策 那些政领就呢 就会讨好那些选民的 所以出来的政策呢 就不知所谓的 我们现在就经常看到了 就是经常满足那些 大部分的市民的 就是那些 就是给钱 给钱给钱 变相来说呢 那些政策不长久啊 第三呢 就是民主制呢 哪个人都可以参选的 你像陈子维那些 哇 不要波合格那些 都可以选到 他说呢 通常呢 最煽动人生的政棍呢 就会勝出的了 那些是最厉害 喊口号 完全没有这个执政经验 所以你看到 王之锋那些呢 就很成功了 最厉害呢 就是喊口号 但是什么都没做过的 工都没打过一份 哎呀 真是这些好惨 那么 第四呢 就是政策的短视 刚刚赢到大选呢 他们就想着 下个五年又怎样去再选 所以他们很多政策 那些全部都是短期 不长久的 就是做完 就是满足了别人 想你下期再选你 所以呢 我见到呢 现在他们呢 就浮现了 很多很多 由民主 选出来的那班人 的问题存在 就是好像 你选了那班 完全黄之锋那些 个个都没做过 你安排他做一个 什么部长 什么主任 什么局长 是不是真的浪费了 所以民主 永远都不是最好的 现在就 香港太多年青人呢 被人用民主这两个字呢 包装成糖衣 毒药 个个都要追求民主 个个都要追求自由 尤其是午餐仔那些 你会看到 他们什么都不懂的 他们只是知道 原来民主自由是很好的 我们为将来 香港将来 我们要抗争 要争取 好像黄之锋在監獄都要说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 运动的来临 你觉得他们呢 纯粹是为了这件事 去情绪上的刺激 抗争 兴奋 好玩 那这个 是现在我们香港 面对最大 最严重的问题 我们 现在大部分的区域 就是选了这些人出来 那么 看到他们 都是做不做些什么的 那么 大家 好好看看 现在的香港的民主进程 或者是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那么 阿曼哥暂时讲到就是这么多了 那种原因 是 那种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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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真实的 而警方也是没有公开 这个消息的 所以你说 他拘捕那种警方 他们就说 他说 放花费 就没问题的 应该就没问题的 他说 他说 他说过一个警方 就说 禁施施施 他在那里 就不会花费的 那是否给议员收花呢 都说没问题的 他说 你没收过 他就没入过资料 那我问 真的可以照带吗 他说 那你喜欢 那我现在说 我忘记 那如果 那如果真的有人带 就被人抓的话 我不是拿回这句话 他说 你 旺室说我不行的 那如果 就是这样 那我被人抓的话 我是不是明天又要来拍拖 你 是不是 那他就说 那他就叫我下次 如果我坐上 要消息就过去 有哪个记者 就传出来 就问那个记者 有哪个区议员 我就没办法 那我现在来警署 是媒体的 报纸也有灯 你们说那些是黑记 那我就来警署 确实 你又叫我问个记者 哇 那是什么办法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 我就 现在实际上的答案 就是说 摆花或者收花是没问题的 去两国 那他们就不是这一天的负责人 他说 在京都没问题 就不是他们说 有哪些负责的 就是不关他们的 我想我不知道 他们不清楚 但是有哪个意思 是有哪个意思 但是你有报纹編号 是吧 是吧 他又没有打 什么都没有 哪个就是这个 哦 那这张日期是什么都没有的 是啊 这个报纹是什么都没有 如果今晚真的负责人 我就来问他 就很难拿出他 好 我想他都是 幫自己保定做透露 我想他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不是负责这件事的 是啊 但是我就希望 今晚不要有人推暴 如果今晚有人推暴 我就一定会再 明天 就同一时间 就会再回到这里 是啊 问一下你 喂 昨天你说 不会拘捕的 没有什么的 为什么今天不是拘捕去行的呢 我会再来 再去探索一下 那我们 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哥 Man哥今天都想讲一下 那个蓝丝与狗的议员 李文豪 那他上次应该在网台那里 就是和Man斗嘴 都说什么中国人 是全世界都认同 是什么国家老鼠 又在区议会那里 然后呢 又重复这番话 又说中国 全世界都觉得中国人 是国家老鼠人 又哭打 喂 这些这样的 垃圾 真是垃圾都不如 垃圾议员 我觉得他在香港 做这些议员 都拖衰香港 就是香港 现在就是选到这些 低能白痴 武佬 真是种族主义 真是 叫做民粹主义那些 这些就是这些 白痴武佬的人 一来搞分化 二来搞煽动 三来 真是自己 你不尊重人 都是不尊重自己 都不 就是这些呢 都不用 就是不用其他人去尊重你 我也都相信 很大批 真是中国人 十几亿 都会以你为耻 都要你为一个针对的对象 你这些人呢 都不尊重自己 啊 口才有些 有些转素 以为自己说话 就很厉害 很厉害 上次他跟明哥说 可以出来展览个胡香正 好 我就跟你约一日 我就见证你 你只要烂胡香正 你不做 你个李文浩 你正衰仔 是啊 那你这些东西 我相信你也可以很出位 亦都可以给全世界 全中国 你看到你有多讨厌中国 多讨厌中国 中国香港这个地方 所以李文浩 我现在正式向你说 我约你出来 看看你什么时候 当着所有人面前 剪烂你的胡香正 若永远确认你不是中国人 那大家都很收到 你说一生都不会回大陆 我们绝对很明白的 所以 对了 对了你的承诺 说的话要算数 你也是身为一个男人 另外 都看下午餐仔这一排 都知道他和家人的关系差 因为上次那宗法庭那一案件 就搞到他和他父亲 现在应该都 周时有爭吊 现在他又外面 又不是很多人支持他 他又搞到 不停要一天 出八个铺 十个铺 十一个铺 走去不同的地方 他觉得是这样 真的可以玩到警察 或者是继续做他的抗争热度 继续令到更多人留意他 其实就变相来说 更多人会觉得他做一些行为很无聊 还有没有承诺 没有承讯 他说前天那个睡不醒 他都可以不去 都不是第一次失约的了 都几次失约 还有前天他以为 Mango 特意去山顶 去应酬他 其实不是的 我真的猜你都傻了 特意走上山顶 会你吗 你觉得你自己是谁 你不是大明星 不是升级的 只不过 如果你不是犯法 Mango 都有你 希望你做到差不多一刻 回头是岸 不要做违法的行为 不要做破坏香港的行为 希望你当案件 就不用坐牢了 就是不用坐牢 就会给你了 少少接受一些惩罚 我觉得这样对你来说 比较适合少少 让你不要这样有此无恐 好 今晚Mango 讲到这里 请大家继续支持 赞助Mango 频道 让Mango 继续伸入富裕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